牧尘头皮发麻的抬起头来,就像那本是耀眼的灵王,现在就犹如烈日一样,光芒让人不敢直视,而且他那庞大的身躯再度开始攀掌。 一波波,强大的灵力散发出来,就像在他周身引起了风暴一样。 王统快走,牧尘一声立鹤,瞬间掉头,暴掠而出,王统三人见状,微微犹豫,然后一咬牙赶紧跟上,那不远处的洛梨安然他们也是立即掠起紧随脚,而赵青山徐荒等人则是有些不甘心,脸色变换不定着。 就在他们犹豫的时候,灵王咆哮出声,一道千丈的灵力气浪滚滚而出,狠狠冲击在他们的身体上头,众多人影都是一口血喷出来,脸色苍白。 走,赵青山他们的脸色终于聚变起来,有些心悸地望了一眼,那已经攀掌到了两百多丈的巨大灵王,一咬牙,身形暴退。 所有人都在此时狼狠地撤退,再不敢去打那灵王的半点主意。 在他们撤退的时候,那灵王也是停止了攀掌,他愤怒地咆哮着,那充斥着光芒的眼睛锁定了远处疾掠而出的牧尘。 他能够察觉到,他的灵精所缺少的那一块,就在他的身上,只有得到那块灵精,他才能彻底地度过最弱的战胜期。 愤怒地咆哮中,他迈动着地动山摇的步伐,疯狂地追杀过去。 大地颤抖着,这片由无数灵兵所形成的灵兵国度,也在此时骚动起来,一道道流光,仓皇地从深处暴掠而出,不敢有丝毫地停留。 而那些灵兵对于这些人的闯触,倒是没有任何阻拦,他们在颤抖着,因为他们能够感觉到,一股对他们而言,犹如是王者般的威压,正在飞快地从深处蔓延而来,那种威压让他们动弹不得。 在威压弥漫间,那深处,一道百丈庞大的耀眼巨人踏着地动山摇的步伐而来,大地在其脚下裂开,一道道猙獰的裂缝不断地蔓延出来。 那光芒耀眼的巨人咆哮着,狂暴无比的灵力音波,把那些倒霉的灵兵直接撕碎了,但是他却丝毫不加理会,只是锁定了最前方的一道身影,穷追不舍。 该死的,母臣见到那丝毫不理会其他人,只是追着他而来的灵王,脸色也是一变。 那个大家伙,怎么就追我们了?王统他们也是发现了这一点,顿时有些慌乱起来。 如今这灵王实力暴涨,莫说他们这几个人了,就算是赵青山徐荒他们,也一起出手,都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 他是冲着我来的,母臣咬咬牙,我独自拧开他,你们先逃到安全的地方。 太危险了呀,王统安然他们急忙说着。 这样追下去,我们迟早都会被追上他。 牧尘摇摇头,黑色毛子倒没有显得太过惊慌,他深吸一口气说。 我们分开走,我陪你。 洛黎背齿轻咬红唇,他极为的裹绝干脆,眼前这灵王实力极强, 牧尘一个人应付起来,怕会有麻烦,所以这次他必须得跟着。 牧尘微微犹豫,然后点头,他没有逞能。 如今这灵王虽然还不算彻底度过虚弱的诞生期,但那实力却是毋庸置疑,他一个人的确会很棘手。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,身形一动,龙银响彻,立即催动龙藤树,身形化为道龙银,快若分了一般,对着另外一个方向,急掠而去。 洛黎见状,胶躯一动,也立刻跟了上去,那速度,竟是不比施展了龙藤树的牧尘要慢上多少。 而随着牧尘方向的改变,那追杀而来的灵王也立即有所察觉,咆哮大众,他再度直奔牧尘而去。 光影在前,巨人在后,大地颤抖着,他们很快就消失在视线的尽头。 走,王统望着牧尘二人远去的身影,咬了咬牙,立刻转身,带着安然他们,对这片灵兵国度之外略去。 现在的他们,留在牧尘身旁,没有丝毫作用,反而会拖累他。 其余众人也是明白。 因此呢,虽说眼中有着担忧,但都迅速地跟着王统离开了。 而在那灵王追杀着牧尘而去的时候,其他方向原本在仓皇逃命的众人,也是感觉到了这一幕。 他们都逐渐地停下来,目光静怡不定地望着灵王追杀而去的方向。 怎么回事呢? 为什么那灵王只是对着牧尘而去呢? 天空上头,赵青山眉头紧皱。 先前只有牧尘在地底,他一定是得到了什么,才让灵王对他追杀的。 牧封羊咬着牙,满眼的怒火,是他想要祸水东瘾,但谁料到这不仅没把牧尘给轰出狩猎场,反而还被他发现了地底的秘密。 虽然他们都不知道牧尘究竟在地底做了什么,可能够让灵王对他穷追不舍,他所获得的,又怎么能是凡木呢? 这样说来,岂不是他给了牧尘一个获得宝贝的机会吗? 一想到这种情况,牧封羊就气得脸色发青。 我们怎么办呢? 牧封羊看向赵青山,他们损失了十多人,结果毛都没有捞到一根,这如何能让他甘心呢? 赵青山目光闪烁,他同样也不甘心,毫无所获,略作沉影。 先等等,然后再跟过去,看看有没有机会,如果有就出手,没有的话,就迅速撤退。 他也是非常果断,清楚现在灵王实力非常强,他们无法对付,只有等待机会,不然的话,贸然出手,只会落得被拍出狩猎场的下场。 牧封羊点点头,视线看向那个方向,如果这次的好处都被牧尘给得了,那他就真的会郁闷的吐血。 在天空上的另外方向,徐荒也是停下山形,目光盯着那个方向,目光闪烁着。 重重山月当中,有破风声急促的传来,圈骑两道光影掠过,丝毫不停留地对着远处,急掠而去。 而在他们掠过不久,大地便地动山摇起来,山脉崩碎,只见在远处一道高约数百丈的巨人快速而来,耀眼的灵光,让他看起来就像一团烈日,令人无法直视。 他愤怒地咆哮着,一波波的灵光冲击着,把一座座山峰崩碎了,然后疯狂地对着前方的两道光影追杀过去。 他体型庞大,但速度却快如奔雷,在全素质下,即便是施展了龙藤树的牧尘,都在被逐渐地拉近距离。 他速度很快,而且灵力源源不断,一直跑下去,我们会先顶不住他。 洛黎看了一眼,那逐渐接近的灵王,清澈眸子当中也是涌上凝重的神色。 牧尘面沉如水,他自然知道洛黎所说不假,这灵王认定他了,显然是不把他手中那块灵精碎片夺回去,就事不罢休的。 可一旦他夺回这灵精碎片,真正度过诞生期,那个时候,恐怕就算是真正的通天境强者,都拦不住他,他万一还要执意杀他,那可就是再凄惨不过了。 牧尘的目光微微闪烁,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把这灵王给干掉,虽然这灵王实力很强,但是他并不是真被逼得毫无办法。 原本是给鹤妖准备的,既然你这畜生穷追不舍,就先拿你开刀。 牧尘也非常果断,很快就下定主意,黑色眸子当中掠过一抹寒意,偏头对着洛黎说。 能拖住那个畜生一点时间吗? 嗯,洛黎点头,他手缓缓握上手中的洛神剑,剑翘上仿佛有着寒气在流转着。 牧尘一笑,他倒不是特别担心洛黎,洛黎的手段连自己都摸不透,而且在他手中还有着洛神剑,那可是真正的神器, 虽说是被封印的状态,但这简单的两个字就是强大的代名词。 牧尘这辈子可都没见过神器长啥模样,那是连至尊存在都会怦然心动的东西。 两人获得共识,他们身形再度略出,然后在远处的一座山峰上落下。 牧尘一落地,就直接盘膝而坐,双目缓缓闭上,双手迅速结印。 灵力涌动间,一道灵印就飞快地被他凝炼出来。 要布置灵阵吗? 洛黎的眸子盯着牧尘,看着模样,牧尘显然要布置灵阵对敌了。 不过眼下这灵王的强横,就算是四级灵阵都难以对他造成致命的伤害,除非是五级灵阵。 但牧尘如今算得上是四级灵阵师,要布置四级灵阵应当是不难的,可五级灵阵的话,就算他领悟心阵状态恐怕都没那么容易。 一般灵阵等级越高就会越复杂,当到达某种程度以后,心阵状态已经不足以提供多少的优势。 毕竟心阵状态,在那些真正的大师级甚至宗师级的灵阵师的眼中,还只是一种很初步的状态。 洛黎把视线看向牧尘那俊逸的脸庞,浅浅的一笑。 如果说谁对牧尘最有信心的话,那莫过于他了,因为这种信心是在灵路一年的相处当中所积累而起的。 在那个残酷的地方,这个少年始终都未曾放弃过,他或许也受过错,也失败过,但最终他都承受了下来,并且变得愈发的坚韧。 这一点,就连骄傲的洛黎心中都是悄悄的佩服着。 如果不是灵路当中,鸡旋对他的设计,速来冷静的牧尘也不会不顾理智的展开那样的杀戮,导致最后被驱逐出灵路。 鸡旋,洛黎的手缓缓紧握着,眼睛当中冷芒凝聚,将来以他的天赋即便是进入圣灵院,那也必然是最突出的人。 看来以后,牧尘还会和他有交锋的时候,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交手。 在洛黎心神微微飘移间,那一晚处再度有咆哮声响起来,大地颤抖着,这一片山脉在不断的抖动着,遥远处犹如烈日般的光芒正席卷而来。 洛黎望着那越来越近的灵王,再看了一眼闭目准备灵阵的牧尘,他的手猛地握紧了手中的长剑,纤细欲足,轻轻一点,郊区就闪掠而出,出现在半空上头。 你该停下来了,洛黎清澈的眸子倒映着巨大的影子,清冷的声音带着一些逐渐凝聚而起的灵力剑气,在这天地间响彻起来。 灵王并没有什么智慧,自然是听不懂他的话的,他望着阻拦在前方的渺小身影,咆哮当中,那巨大的手掌已经携带着滔天灵光,狠狠对着洛黎,就怒拍而去。 洛黎精致的面容上头,略过些许寒细,那清澈的眸子愈发的透彻,旋即他一步跨出,御手一抖,手中那柄黑色长剑,瞬间出鞘了。 清脆声响彻,整个天地仿佛在此时回荡着那种常见出鞘的轻吟声,一道蔚蓝色的通天剑气,冲天而起,犹如要在此时把那天地撕裂。 那道剑气,狠狠地射在怒拍而来的巨长上头,音铁声传开,那远处正在悄悄对着这边跟来的赵青山徐荒等人。 他们目瞪口呆地见到,那灵王直接被生生地震退,一座山峰被他撞碎了。 他们倒吸一口冷气,眼神震动,望向前方,那里悬疑如墨的少女,凌空而立,手中一柄长剑,荡漾着淡淡的波纹,缓缓地扩散出来。 那一幕,惊艳了所有人,庞大的灵王被震退大脚落到地面上,整片大地以及山脉都在此时狠狠地抖动了几下。 不过很快,凌王就吻下身体,他似乎觉得有些愤怒。 庞大身躯上的光芒愈发的浓郁。 那光芒笼罩了这片山脉。 他在咆哮间,大手一握,韬天般的灵力凝聚而来,犹如是行程风暴,大手一拍,一道百丈庞大的灵力光束,就撕裂天际狠狠地哄向前方那道纤细的倩影。 灵王并不懂任何的灵觉,但是他却拥有着连通天境强者都难以媲美的磅礴灵力,拥有着如此雄厚的灵力作为后盾,他举手投足间爆发出的力量都足以轻易地焚山逐海。 那灵力光束撕裂天际,下方的山脉被冲出一道巨大的裂缝,沿途的山峰顶上更是不断地爆碎开来。 远处赶来的赵青山、徐荒、穆丰阳等人,都是看得心头一领。 这灵王的实力,比起之前的确是强悍了态度。 难怪这些年来,从没有人打过灵王的主意,原来一旦成熟的他们,竟然如此的可怕。 洛黎玉手紧握常见少女呢,清晰了一口戏,苏兄起伏,清澈毛子,冷若寒霜。 他的玉指,自剑身上划过,一抹烟红随着玉指划过,而自剑身上浮现出来。 翁,那抹烟红被剑身迅速吸收,拳击那柄荡漾着蔚蓝色光波的长剑,便发出了细微的翁鸣声。 就见,那锋利的剑韧处,竟是呈现点点的水波状,让它看起来就犹如一柄水波所凝成的长剑,极为的神奇。 洛神剑诀,一剑化落水。 洛黎手中,洛神剑微微抖动,剑尖舞动,又是划出了道道晦色的剑花,雄魂灵力,犹如潮水一般,自己体内涌出来。 旋即,他猛的一剑劈下,随着他一剑劈下来,只见一道蔚蓝色的剑光喷勃而出,竟直接化为一道数百丈的剑光河流。 河流奔腾,犹如蔚蓝色的长龙,盘旋在落离上空,看似温润的河水,却弥漫了森森的剑气。 那剑光河流一成形,就暴掠而出,直接对着那道暴掠而来的灵力光束,狠狠地撞在一起。 砰! 巨声自天空上响彻,狂暴的灵力,以及灵力剑气席卷,把这片山月冲击的尖窗百孔一片狼藉。 多离郊区微颤,被震退了两步,但是那握着长剑的手却丝毫不松,眼睛盯着庞大的灵王,没有半点要退让的意思。 巨声自天空上响彻,狂暴的灵力剑气席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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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